我們寫的程式長這個樣子 我會去出問題 會像小華有六個蘋果 給了大雄三個 又給了小明兩個 請問小華還有幾個蘋果 然後我自動把答案也做出來給你一個 那怎麼做勒 跟各位應該方法都是很像的 但是各位上禮拜都是用NP、VP這種方式在產生 那可是其實如果你產生這種更特定的語句的話 你可以用更明確一點的函數名稱 那函數名稱有意思的話 讀起來會比較容易 什麼叫做函數名稱有意思 來,你看一下這一個例子 我的函數名稱改叫people 就我產生一個人 OK 函數名稱改叫object 那它產生一個物體 然後呢 我這裡其實把跟上禮拜有點不同的地方 上禮拜純粹是產生一隻狗追一隻貓的那種例子而已 今天我除了產生的結果之外 我還要把這些過程中間的語役串起來 語役怎麼串起來 那所以這裡就是跟上禮拜有一點 有點比較進階的地方 好,我現在呢 一開始我就none 就產生一個3到20之間的整數亂數 這個 3到20之間的整數亂數 這個要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在出說 小華有6顆蘋果的6 一開始你要讓小華擁有n顆蘋果 這個none就是那個擁有者的蘋果數 或者是橘子數 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那個東西的數量 none 好 那 所以他叫owner嘛 擁有者 ok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產生完之後 我做了一個動作 做了什麼動作呢? 我為了避免 小華有6顆蘋果 給了小華6顆 這樣你就會覺得很怪 我為什麼自己把蘋果給自己 所以呢 當我產生完之後 我就把自己從people裡面移除掉 這樣子我下次產生 就不會再產生自己 ok 所以我把remove people's owner 這樣就把它移除掉了 那移除掉的那個函數可以這樣寫 好 那接下來呢 這裡是產生整個完整的問題 他就會印出問題 然後呢 誰 給 就是誰有幾顆蘋果 或誰有幾顆什麼 他給了 誰多少顆 又給了誰多少顆 請問他還剩幾顆什麼 就產生這樣的一句 那所以他就可以產生 小華有6顆蘋果 給了大雄3顆 又給了小米2顆 請問小華還有幾顆蘋果 好 這一個整個數學的 主程式是這個 然後呢 on他就是產生 on有non個object 好 這個就是小華有6顆蘋果 小華是owner 對不對 owner有n16個蘋果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giv 這個giv呢 他亂數產生 1到non之間的一個整數 因為他只有6顆 他不可能給人家8顆 對不對 如果你產生小華有6顆蘋果 他給了小米8顆 這8顆哪來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能產生1到non之間 然後呢 把non 減掉給出去的數量 就是他現在剩下的數量 對不對 好 然後所以他就產生 給了某人幾顆 ngive顆 好 而且他已經扣掉了 give完之後就扣掉了 扣掉之後呢 你看 他說 question 請問owner還有幾個 什麼東西 幾個object 那問題是我這樣 我可以給一次 我可以給兩次 我可以給三次 對 我只要還沒給完 我就可以一直給 好 那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做 不過這個程式我覺得可能會有 會有一個 有可能產生的問題 不過正式不管它 好 所以我們就執行看看 好 我們就把它拿來執行看看 欸 我把這個程式存檔 我把這個程式存檔 好 存檔就存在一樣 JS裡面 叫 genmes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 開個 終端機 開個 終端機 嗯 對 在這裡 等一下 Rand Life Rand Life 我有個韓式庫 我有個韓式庫 沒有抓下來 對 忘記了 來來來 等一下 這個叫Rand Life Rand Rand 看一下 剛剛那個名字叫什麼 看那個名字叫 Random Life 不是Rand Life Fandom Life 啊 有啦 這個 這個也要存檔啊 欸 能不能直接存 好 算了 我還是得開一下 看一下編輯器 好 我後來把它改成 這個 轉成一個 還是酷 這樣子 很多程式就可以共用 好 那這下執行應該就沒問題 好 他說 小華有七個柳丁 給了小明三個 又給了大雄一個 請問小華還有幾個柳丁 答案三個 大雄有七個柳丁 給了小麗六個 又給了小華一個 請問大雄還有幾個柳丁 答案零一個 小華有十九個橘子 給了大雄十七個 又給了小米一個 請問小華還有幾個橘子 答案一個 十九個 又十九個 十四個 OK 好 反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產生這樣的影句 好 先出今天的作業 請你寫個程式把它反過來 我給你這些文章 你把結果計算出來 等會有意思嗎 不同 也就是說 你要寫一個程式 然後 把問題傳進去 把答案給出來 懂嗎 也就是說 我們產生的這些問題 我把大雄有六個柳丁 給了小華兩個 又給了小華一個 請問大雄還有幾個柳丁 輸進去之後 你要告訴我三個 好 這個程式你會怎麼做 好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剖析 你可以語言生成了 接下來你怎麼剖析它 而且你剖析完之後 你還要了解它的意思 你剖析完你不了解意思 那就不行 可是這裡可以作弊對不對 先告訴各位一個作弊的方法 因為我們產生的句子 格式太固定 所以你絕對可以作弊 你就把三個柱子取出來相解 答案就出來 當然這是可以作弊的 可是如果沒有那麼固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這種弊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其實是蠻深的內容 這個東西你拿去給Google翻譯翻翻看 我們來翻翻看 我很好奇它現在的程度會翻得怎麼樣 或者是直接拿去問Google 它應該不會告訴你答案吧 不可能 好 那 Google可以做出 AlphaGo那種東西 但是它要做出這種反而比較難 因為這個是目前無解 它能夠把這種東西翻譯過來 他說 Nobita has six oranges 哇很對耶 太厲害了 He gave消化 2 消化 gave 2 gave1就比較對 欸怎麼會消化 gave 2 是 是 gave消化 another one 或 gave消化 1 vail nobita sever orange 這後面就怪怪的 但是第一句讓我覺得很強 但是後面就破功了 第三句開始就破功了 所以 它目前的程度大概是這樣 所以 欸 目前這個是做不好的啦 這是做不好的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你 你知道 怎麼作弊 Google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用6-2-1 可以答案 可是它是做翻譯啦 它不是做解答啦 那 不過它翻譯也是翻錯了 所以它其實是不懂這個意思 OK 你可以作弊 但是翻不出來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作弊把它翻出來 好 這又是今天的第二題習題 好 一題是什麼 請你解出答案 你應該說第一題習題是翻譯才對 第二題習題 才是解答 欸 搞不好等一下還可以加一題 好 等一下 應該會有三題 老師不要一直在出作業了 好 應該會有三題 我們一次出 一次出給你喔 你不用下禮拜交 因為你會下禮拜期中考 對不對 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再交就好 好 下下禮拜 好不好 期中考完就可以寫 好 那 一題是翻譯 一題是解答 欸 那還有一題是什麼 等一下再看 應該會還有一題 好 所以 你去想一想 你要做翻譯 你要怎麼做 翻譯對這個例子而言其實不難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要記住 大雄 名字 譬如說你把它翻成 究極 或者是大雄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右 have 六 不用翻 就直接六 就好 或six 都可以 然後 個 個對應到英文是沒有翻的 因為英文幾乎大部分沒有量詞 這是中文比較特別 中文都有量詞 英文沒有量詞 英文少數的量詞都是跟那個物體無關的量詞 什麼意思 你會說 英文不會說一顆橘子 對不對 英文會說 orange 沒有顆 一個人 person 沒有個 對不對 所以英文裡面大部分情況沒有量詞 但是有一些例外 什麼例外呢 一箱橘子 a box of orange 一箱 orange到底算橘子還柳丁 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個問題 柳丁齁 我一笑出來好像是柳丁 但是我總是會把它講成橘子 這不知道是小學哪一個 還是國中的時候學英文的時候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寄成橘子 這很奇怪 好 所以你只要把字點放進去 然後一個一個翻 你就可以翻出來 對不對 所以翻譯在這個例子上面 還算蠻簡單的 可是 既然翻譯這麼簡單 為什麼Google翻錯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從竹字翻譯 都可以翻得到 為什麼Google會翻錯 我們真的竹字翻譯很容易就可以翻到 當然 可能沒有完全百分之百覺得很漂亮 但是應該是可以看得懂 以這個例子而言 好 我用口頭翻譯一次 搭熊 have 6 orange give 消化 2 under give 消化 1 ask 這用ask不太好 這裡應該就是 question 搭熊 has 這裡 直接翻就 就 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直接翻的話 question搭熊 has sever orange 怪怪的 不符合英文的 問句 那英文的問句應該是 how many oranges does搭熊 have 對 所以 為什麼Google會翻得差 正好就是因為他企圖心太強 他不想做足字的字面翻譯 他想要把語法也翻對 但是他想要把語法也翻對的結果 就反而 會讓像 又給小華一個這種反而翻錯 因為他認為 又給小華一個應該是小華給他 而不是他給小華 ok 他有在做結構的調整 但是 以目前的技術水準而言 結構調整 都調不好 Google都調不好了 Google裡面有多少 很大師級的人 在做機器翻譯 你知道嗎 我看到一堆 這種人都被Google挖去做機器翻譯了 但是他還是就是翻得很不好 所以這個問題超難 超難 你可以試試看 好 所以我們剛剛 這個例子 就給了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那這種 第一個 佛系要怎麼做 你怎麼把一個語句 怎麼講 第一個 逐字翻譯 你怎麼把它切成 切成一個詞一個詞 因為這個大雄跟小華之間 如果沒有空白的話 那 你怎麼知道 是小是一個詞 還是小是一個詞 還是小華才是一個詞 還是小華二是一個詞 這裡要切詞 對不對 OK 那 這是第一段 我們要切詞 第二段呢 我們要辨識它到底是名詞 還是動詞 還是之類的 如果做逐字翻譯 其實不用辨識 直接翻過去就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調整結構 你就必須要辨識 不然你怎麼知道 英文的語句跟中文的語句 語法上面應該 名詞對到哪裡 動詞對到哪裡 應該怎麼對 然後結構怎麼調整 OK 所以這時候就要做 那個詞型 就是詞彙的辨識 詞彙的詞性辨識 辨識了詞性之後 你要把它建成語法術 這叫剖析 剖析變成語法術 有了語法術之後 你再做結構調整 最後再把它調整完的東西 變成英文輸出 OK 但是這裡面有重重的困難 第一個 中文英文字都很多 而且會有一詞多意的情況 一個詞可能會對應到很多個英文 一個英文也可能對應到很多個中文 你到底要挑哪一個 這是更麻煩的問題 再來 到底它的意思是什麼 你很難抓得到 它的結構是什麼 你很難抓得到 好不容易客服重重過難都抓到了之後 結構要怎麼調整 中文和英文有固定的語法嗎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之前一直有一個幻覺 我以為英文真的有固定的語法 你們覺得咧 英文有固定的語法嗎 如果英文有固定的語法 你能把語法寫給我嗎 那所謂有固定的語法的意思就是 我發現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放上去的話 它一定符合這個語法 我可以把它弄成一個樹 那那組語法到底有幾個規則 如果100個規則就可以搞定英文的語法的話 或10個規則就可以搞定英文語法 那就太棒了啊 我們寫剖析有什麼問題 太簡單了 可是 英文真的有 有辦法百分之百抓到它的語法 這裡是個問題 所有的自然語言幾乎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抓到語法 就我所知 所謂自然語言就是中文英文法文日文這些的 但是所有的自然語言都有辦法百分之百抓到它的語法 所謂自然語言就是 JavaScript, C, Perl, Python, R, Ruby 為什麼 因為自然語言是自然形成的 自然形成的 原始人會跟你說 我們先來規定你需要語法 我們應該怎麼講話 不會 那既然他沒有做這個動作 最後沒有語法 沒有很明確的語法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抓到的這種語法 是正常 因為他是從原始人這樣子一直演化出來的一種語言吧 所以他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語法 很正常 但是 人造語言不一樣 你看 JavaScript 誰做的 C語言 K&R做的 對不對 當初 當初 K&R在制定C語言的時候 語法理論其實已經成形了 語法理論是 Bakers和Now這些人 弄出來 還有Chunsky這些人弄出來 語法理論已經形成了 他們根據這個語法理論 去制定了C語言 那為什麼C語言可以有百分之百正確的語法 這個很簡單 有人能回答我為什麼嗎 因為 只要你不合我的語法 是你錯 不是我錯 也是說 這語法是我規定的 我說了算 我規定它是這樣子 然後你只要寫出來 它編譯不過就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 OK 這件事情太棒了 你知道嗎 我正在做一件事 我上學期開始 我一直覺得 做這件事情很有意義 什麼事情呢 我正在發明一個語言 我暫時給它叫做八級語 那這個語言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規定好它的語法 然後呢 你只要打字的時候 用八級語打 我可以自動幫你翻成英文 英文翻成中文 那如果這個語言 大家都學過八級語的人 都看得懂 你只要講八級語 你只要寫八級語就好 那我寫的八級漢語 然後呢 給外國人看的時候 他會自動翻成八級英語 給對方看 然後 那個外國人打八級英語 他會自動翻譯成八級漢語給你看 天下太平 從此不用再學英文 這就是我的夢想 你知道嗎 我從小就一直覺得我不要學英文 不要學英文 現在我終於有一個機會讓大家不要學英文 太棒了 但是我們不要學英文不是不用學 我們還是需要學 我們要學什麼 我們要學八級語 的語法 但是呢 你不用學背單字 其實我最討厭的就是背單字 背單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你們的年代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年代呢 那個 那個時候是有體罰的 你每天要背二十個單字 背不會 每天都要背打 少幾個打幾下這樣 所以 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幹嘛這麼累 可是我就是記不起來 所以那時候就每天被打 所以從此呢 我就立志覺得 我應該要做一個翻譯系統 讓人家 不用背單字 就可以跟外國人聊天 對不對 真是太棒了夢想 可是 一直到目前為止 還沒做到 為什麼因為自來語言太難 那我們做人造語言吧 你只要不要背單字 不要背單字 可是 你還是要記一些東西 你要記什麼 你要記八級語語法 語法可以有幾條 我告訴你 八級語語法 我發現五條就夠了 我把列下來 五條語法 你只要會這五條語法 十分鐘之內學會 你就可以 再也不用背單字 然後你可以跟 會八級語的老外聊天 這是 目前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還沒有完成 但是 我有完成了部分作品 但是 我覺得 這個是可行的 最大的困擾不在於 不在於語法 你知道嗎 最大的困擾在哪裡 在字典 因為我手上沒有字典 我要自己建 這很累啊 對啊 所以 有啦 其實網路上有些字典 但是它絕對沒有八級語的 的磁性標示 它沒有八級語的磁性標示 我要套到語法上面就有困難 所以我得要有一本 那我現在想清楚了 我也不用做很大的字典 為什麼 我就先從小明小滑這種例子 開始就好 我寫一個 專門針對小明小滑 蘋果和那個 這種世界的八級語翻譯器 好啦 事情就解決了 然後你就有一個八級語自動翻譯機 只是它只能翻小明小滑跟蘋果 就這樣 那我的世界就變得單純很多 我就不用去搞那本字典 會很累 那等到有一天 如果人家覺得 欸 這個小明小滑還沒有意思的 然後說我開一家公司 我來幫你做字典 那就解決了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對 OK 所以目前我打算就是這樣子 我們先用這種小世界當例子 然後做一個翻譯程式 然後八級語翻譯程式 然後翻過去 這個東西接下來我會放在網路上 然後如果有使用者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人要投資 我們就開一家公司來專門做這個字典 然後就可以翻譯了 OK 這是我的目前在做白譯夢的夢想 OK 在這裡就我們今天的東西 差不多 好 接下來 各位想想啊 怎麼寫程式 欸不行啊 我還沒有教各位怎麼剖析對不對 那等一下教怎麼剖析 先休息一下 欸剛好十點 好下課休息十分鐘 好下課休息十分鐘